這一張照片其實還蠻多 就是這個教會裡的會員有的 然後甚至有一些人 他們會放在自己的家裡面 其實在教會裡面的話呢 有這個鄭明熙的照片 是一件很珍貴的事情 鄭明熙一連串的洗腦操作下 教有不僅要捐錢奉獻 還得掏錢買商品 還有女生的項鍊耳環 然後還有賣老師的簽名的畫作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都算是要價不菲 就是如果去到了 岳明凍林修園的這個賣店 都會被鼓勵說 可以去多多的購買裡面的商品 因為裡面的商品可能像是 老師的照片 老師的計畫 或者是某一期的項鍊 他可能這一期出了之後 就不會再有 鄭明熙一連財手法 如同飢餓行銷 教有搶著花錢購買 但自相矛盾的是 他們成名於社理教 對外卻又不敢大方承認 還得靠飾品信物來確認彼此 鄭明熙把自己偶像重備化 信徒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直到荷包被吸乾 才驚訣都是騙局 三線新聞正常人 徐雙雲台北倡報道 女性圖全裸拍片 口中的主就是社理教教主 鄭明熙 荒盈影片和錄音檔接連曝光 揭開邪教主的真面目 五十次 一百次 herum地表達 學習鼠齡話語的背景之下的我們 聽了能夠明白 但若只是聯想到肉體 就會顯得十分聳動與荒謬 荒謬的顯然是這群社理教徒 竟然還為鄭明熙邪惡行為硬拗辯解 鄭明熙不僅將自己塑造成女教友的新郎 甚至還自稱是校長 2016年台大教徒達成150人目標 他們開心拍照慶祝 即便這時的正名熙還關在監牢裡 但台灣教會卻依舊努力吸收成員 射禮教鎖定精英族群 就連劍中 北一女 未成年學生都不放過 正名熙背後動機叫人頭皮發麻 三地新聞前 韓民林玉君台北總報導